全油管最快新闻 反窃社存支持训班人图宽 在大阅读时代 阅读不只是读书 看一部剧 听一场读书分享 沉浸的玩等 都是阅读 当下 图书馆不仅是阅读的场所 更承载了普及科学 艺术 文化等知识的功能 8月16日 在上海书展之际 上海图书馆打造了一座超好玩图书馆 并宣布将于8月16日至9月1日 在上海图书馆对公众开放 为了让孩子们在玩乐中释放更多潜力 此次超好玩图书馆 是由乐高积木的创意拼搭打造而成 并在现场设置了学着玩的创意装置 儿童共创拼搭作品 以及主题读玩区在内的不同区域 构建了一座玩乐与学习共生的趣味之境 上海图书馆超好玩图书馆 在活动现场 上海图书馆阅读推广中心主任夏蕾表示 打造这座超好玩图书馆 是希望能让小朋友们 在积木的创意拼搭中释放想象力 学习成长所需的各项技能 我也在这次活动中看到了许多小朋友 天马行空的创意想法 这为我们大阅读时代的 智慧复合型图书馆的建设 提供了新的想法和思路 未来我也希望能够将小朋友们的这些创意想法运用到实际的图书馆场景中 在超好玩图书馆孩子们能体验到丰富的玩乐体验 在现场 可以在故事畅想 太空创想和汽车造想等三大主题读玩区进行不同的互动挑战 比如 在故事畅想中 小朋友可以和孙悟空一起去东海龙公桥取金箍棒 去逛奇妙植物园 在太空创想中 孩子们可以化身为小小太空研究员 感受太空下的势众体验 沉浸观察太阳系八大行星和宇宙的奥秘 而在汽车造想中 孩子们可以在超酷的汽车机械馆中 感受空气动力学员里 亲手为汽车换一次轮胎 玩乐就是实践 然后去书中找答案 王玉恒 在活动现场 乐高玩乐大使王玉恒 分享了他对孩子玩乐的观察 透过成年人的视角 观察玩乐中的孩子 会发现 他们不仅更会感悟周围的世界 其所展现出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也让人赞叹不已 在图书馆中创造玩乐 这对儿童阅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接受采访时 王玉恒表示 玩乐可以让人走出去 让人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进而更好的学习和成长 他还说 在图书馆中创造玩乐 不仅能提高孩子们的创造力 和问题解决能力 还能帮助他们 形成健康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 他建议父母和老师们 应该鼓励和支持孩子们 在图书馆中进行玩乐 通过这种方式 来促进孩子们的学习和成长 这则新闻是从网上获取的 希望能帮助大家了解更多 关于图书馆和儿童阅读的相关信息 反妾社存支持训班人图宽的海座 我吃沙天天游游反妾社的刻画 称激行盟当前出版 在我诸好 订阅新闻急速地 最先知晓天下市